福瑶世子为了将福瑶救出赏阳宫,不惜何万人为敌劣包括长孙炯? 福瑶世子为了将福瑶救出赏阳宫,不惜何万人为敌劣包括长孙炯? 当阮晶天饰演的无极太子赶到翼王府的时候,房间里已经是一片残破,长孙无极抱起了孟扶摇 杨幂饰演的扶摇皇后已经奄奄一息,长孙无极直接找到宗月,因为赖米饰演的宗月一定会有办法的 宗月暂时控制住了毒性,但是宗月告诉长孙无极,扶摇体内有多种剧毒,你必须早做打算 可正在此时,王静松饰演的天权皇帝却急召长孙无极进攻剑架,显然是来调虎离山的 太子认为,只要自己恳求父皇,一定会饶梦扶摇一命,但是长孙无极想错了 王静松饰演的天权皇帝虽然心疼大皇子,可是大皇子也是旧游自取,这一点长孙冲心里很明白 大皇子没有败给真的佛莲,却在甲佛莲身上栽了跟头,这件事传出去都是件笑话 更主要的是,阮青天饰演的无极太子显然爱上了甲佛莲,这才是天权皇帝要除掉扶摇的真正原因 天权皇帝不愧是资深玩家,这面和自己的儿子说话,那一面已经派兵前往上阳宫了 没想到无极太子也会中了父亲的吊虎离山之计,不过没办法,毕竟自己有爱于太子的身份 外面包围着层层层层层兵,无极告诉他们,如果你们阻拦,我去救孟扶摇,那么便是与我为敌,你们是阻挡不了我的 经过此事之后 长孙无极对于自己的父皇 包括对于自己 都有了全新的认识 长孙就作为天权国的皇帝 为人处事 必然要以天权皇族的利益为优先 而不是维护公平正义 同样无极太子也高估了自己 或许自己可以左右天下 但是却无法左右父皇 在逃难人马车上 杨幂饰演的扶摇皇后 依偎在长孙无极的肩膀 很显然扶摇很虚弱 即使长孙无极对扶摇真的是倾心相待 为了救出扶摇 长孙无极险些杀了大皇子 为了救出扶摇 为了救出扶摇